拖吊車在路邊實施道路救援 一名騎士直接穿越 沒想到 騎士雙手扶住脖子 痛到說不出話 怎麼回事 再看一次驚悚畫面 當時騎士經過 似乎被東西勾到 摔倒後又拉住一條繩子 原來是拖吊用的鋼索 接著緊緊扶住脖子 表情相當痛苦 20號晚間在台北市光復南路 當時藍色休旅車 先擦撞小黃帆覆 之後車主請道路救援來拖車 但天色昏暗 警示不明顯 騎士經過時 根本沒有發現 有繩子痕在他的面前 加上鋼索是含太量 0.8%的合金鋼 可以載重2.8噸 才值剛硬 其實闖越拖掉現場 差一點直接斷頭 正常拖掉SOP 會先亮警示燈 提醒民眾 接著在事故車後方 擺放三角追或警示牌 最後才拉繩索拖掉 如果一旦沒有做好警示 發生事故 拖掉業者都得負責 看到事故現場排除的話 盡量避免靠近周圍 其實因為被鋼索傷到支氣管 一度無法開口說話 再看一次驚悚瞬間 經過車禍現場 真的要再三謹慎 接著夏澳珍 楊仲盛 陳志芳 李傑 台北新聞報導 警察 比特林 事必須 雨 大 霧